大家好,今天就是中秋節 中秋節,我們中國人傳統當然要吃團圓飯 說到吃團圓飯,一家人當然要吃包心刺濤 但今天我都要簡單一點 做一個冬菇花膠燜豆腐 其實真的很簡單 當然,帶前提,要預先發佈花膠 吃得我兒小的人,大多數都知道 我一定是預先發佈冬菇花膠海芯鮑魚 但這次我不想做得那麼隆重 簡單單單,三個人吃一頓飯 就做個花膠冬菇燜豆腐 怎樣做?不要說那麼多了,我們現在去片看了 材料有些花膠,這些花膠在之前已經浸發好了 一般來說,我都會整定放冰甲 現在就拿出來溶雪 然後解凍之後就將它切件 不需要太大件 那麼大一件就可以了 最主要就是甲落口,一口可以吃得到 這樣就最好了 冬菇也是同樣 就視乎你買回來的冬菇是大隻還是小隻 那如果像我這些那麼大隻的就一開三 蔥段 還有就是乾蔥、蒜蓉 豆腐就買了兩磚 那也是切件 那這裡有個甜豉油汁 那這裡就放了一湯匙的生抽 就是半湯匙的蠔油 加了大概是一茶匙的砂糖 那也都加了少少的胡椒粉 這樣就拌勻 那預先調定就是方便我們煮的時候 那你說我不調定 我就這樣到其時才下糖、下醋都可以的 那先燒熱的鍋 就下油 就要多一點點 我們現在最主要就是煎豆腐 我們現在最主要就是煎豆腐 放開鍋 那我們現在把豆腐放下去了 然後再加上糖 就要煎豆腐 好 配菜 開鍋 放開鍋 最重要是把豆腐拌均匀 用中火慢慢煎 先把豆腐拌均匀 要不停地拌均匀 多些油去不同的豆腐 像我们这个是锅 不是平底锅 平底锅加了油都很平均 但锅会看到最处在中间 旁边的油是倒不到的 倒不到的时候煎出来就不太好 就变成干煎 我打算转一下 我们现在煎一下 豆腐都不太濕 所以再煎一下 煎了大概2分钟 现在差不多要放一块 已经金黄色了 再煎一下 有油的中间煎得特别漂亮 它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 可以把豆肉切成的 产品支持 这一块 它会可以用链锅加热锅 继续煎炭 煎完豆腐的油 放入干葱 加入蒜蓉 放入中小火 放入中小火 放入鱼 放入鱼 1茶匙 柱候酱 放入鱼 放入小火 慢慢炒香 放入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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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湯匙 放入鱼 放入鱼 放入半碗水 放入鱼 放入玫瑰 放入鱼 放入冬菇 放入花椒 放入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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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膠的软硬度很强 因应自己的喜好 看花膠在这个时候炆多久 所以水不适量加太多 因应软硬度的中意 大家逐一加下去 等它先滚 好了,现在已经滚了 再加多半碗水 就是这样去煮 现在做法最主要就是 让花膠煮到软硬度 自己觉得差不多满意 例如你喜欢花膠 是八成二硬度 你煮到大概六七成 你觉得好像现在的花膠 我觉得最好吃 有照片 又不会太浓 煮得太久 花膠也会融入了 面汁 好了,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调味了 好了,那我们将我们 调味了 倒入一个 豉油汁 倒入 刚才我们有猪蚝醬 最先的猪蚝醬 令到它的味道 就不要这么简单 只剩下虾 让它的复杂度 高一点 好了 好了 当我们现在发觉 我们那个花膠 那个 软硬度 是我们觉得 正硬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将 之前 煎好的豆腐 倒入 豆腐 都要吸收 那些汁 大家知道豆腐 没有味 的 因为 平常都是汁 的 稍微 煮一下 我们 调味 小火 这样 煮 两分钟 好 好了 两分钟 就够了 好 那现在就差不多 好了 我们现在 将一些葱 倒入 好 倒入葱 好 吃了 可以上碟了 好了 这么快 这一道 住家式的 花膠冬菇炆豆腐 就完成了 大家看到 我没有下芡 原因就是 因为花膠 经过我们 加水煮的时候 其实它都已经 令到 那个 汤汁 是会 一路收到 稠稠地 所以是不需要 放豆腐蜆